大家好 我是云燕 去过湖南的 一定吃过香西外婆菜 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湖南土菜 非常下饭 今天来做一下 准备几斤辣菜苔 做外婆菜 用辣菜苔芥菜做最好吃 做辣菜苔芥菜 清洗干净 再准备两个紫甘蓝 流星菜圆白菜都可以 青菜紫甘蓝 都切成碎末 拿到阳光下去 塞至八层干 塞干的清湛 纸甘蓝 倒在无水无油的盆里 用力的揉搓 不用放盐 揉成这样 拿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饮料瓶 揉好的菜 装到饮料瓶里面 擬上盖子拧紧 密封发酵两个星期 外婆在瓶子里腌制了15天 拿一点冬天晒的无盐萝卜干 用清水泡上 只要是菜干都可以 这支南瓜干和红薯干也泡一点 如果有辣椒干 茄子干也可以加一点 菜干越多口味越丰富 泡4个小时将菜干完全泡发 泡好的萝卜干 南瓜干都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放到布鸡里面 放在阳光下也塞至七层干 这萝卜干已经晒好了 晒成这样完全没有水分了 把瓶子放弃 小心一点 瓶子剪开 菜倒到无水无油的盆里 倒在前面腌好的纸干篮里面 放入五勺盐 100克辣椒面 翻拌均匀 这外婆菜拌好以后 拿一个泡菜毯子 将菜装到毯子里面 装好以后盖上盖子 这毯子要事先消耗毒 要无水无油 盘盐上放上清水 发酵15天以后就可以吃了 想吃的就自己试试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